你 你 穿 哦 被你清花多说一点 哈哈 哈哈 然后呢 我不会还有一个个自己撒 哈哈哈 不会这么干干的事情 伤害了 伤害了 看一看 你这辈子都不用吃惊嗓子 哈哈哈 大家好 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 各大卫视的跨年阵容已经全面发布 大家似乎都在聊住阵容 只是透过阵容 我却发现了一些不太寻常的事情 跨年演出 是一场商业交易 但是其本质也是各个卫视在掰手腕 比的 就是谁能够邀请到更多优质艺人 比如东方卫视的跨年 就可以称之为我们的歌嘉宾和他们的朋友们的演唱会 正是因此 我们可以透过跨年阵容去推测出一档综艺节目 与艺人的交好程度 虽说大多数艺人会选择报价更高 舞台时间更多的舞台 但是 人情事故却也格外重要 蓝台方面最近的阵容 就有注意些玄机 夏季奔跑吧有没有周深 好声音有没有李龙浩 浙江跨年给出了答案 浙江卫视跨年主打的就是跑男团 在老成员离开以后 李晨 卑鄙和郑凯成为了节目元老 若说以前的跨年 跑男团便足够吸引热度 那么如今的跑男团 只能勉强正点人气了 浙江卫视跨年晚会官方微博 已经宣布了2022年跨年夜兄弟团的名单 李晨 杨颖 郑凯 沙矣 蔡徐坤 白鹿六位成员全部加盟 要知道 在多数情况下 这样一起官宣就意味住 奔跑吧的全部常驻已经宣布完毕了 否则应该是一个一个宣布 而不是一起宣布 六位成员都来了 只有周深没来 按说周深和浙江卫视属于深度合作的状态 不仅是天赐的声音常驻 而且也是奔跑吧的常驻 但是他却依然没去蓝台跨年 这是否意味住 下一季奔跑吧可能就没有周深了呢 另外 今年的奔跑吧特别季 蔡徐坤和周深都有缺席录制 但是蔡徐坤是参加了蓝台跨年夜的 而周深没有 这同样可以当成对照来看 其次 蓝台方面还出了一档新的综艺节目加康家年位 在第一期的时候 是李晨 肥碧 郑凯和陈卓璇当主咖 而第二期预告显示 是由胡彦斌 胡海泉 王菲菲和徐一扬当主咖 这就是天赐的声音专场 这其实也就意味住 天赐的声音信息 大概率还会有胡彦斌和胡海泉 奔跑吧去或者不去 我都尊重周深的选择 因为这毕竟只是一档真人秀宗礼 活命度也大不如前 参加一季增加一些曝光度也足够了 但是 天赐的声音我还是希望周深能够参加的 这是一档每期节目都能有助舞台输出 且极其容易出大热和唱曲目的音宗 只是 在今年这样深度合作的情况下 不参加跨年晚会 难免会多想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